梁先生,你今天來得真好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怎麼做好 昨天,醫生跟我們說 我爸爸患了抹期癌症 還剩下幾個月的命 我們都覺得很惡然 真的不知道怎麼好 我記得不久以前 你太太的病 過了一個時期,她就過了一輩子 以你的經驗,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呢? 其實當時我們知道我太太病得這麼嚴重 而且時日無多 我們全家大小,真是很難過 那你當時怎麼做呢? 我和她的子女一起去找多些資訊 看看有沒有辦法醫治她的媽媽 不過每一個醫生都說 就算其他方法都沒有什麼很大的作用 唯有一個她們能夠做到的 就是在醫院那裡 盡量維持她的生命下去 那後來怎樣呢? 我們就打算不按照傳統的方式來醫治她 你記得我一個大兒 前幾年又是因為這個症過了新的 我們去醫院探望她的時候 這裡又是喉管 那裡又是電線 今天又說要做這個檢查 明天又要做那個檢查 一會兒又說花療 一會兒又說放射性治療 還要開刀 我消失於她的脈 扯在藏著她的衣服 ile一抹 registering不想我太太 最後來是經過那麼艱難才能過 所以我們向她考慮採用寧養服務計劃 希望在這段時間裡 我太太eti可以跑得更舒服 可以等待她寧養服務 是什麼意思 領養服務是專門為患了絕症 而且到末期的病人而設計的服務計劃 如果醫生都鑑定這個病人最多只有六個月 或者是更少於六個月的時間 就勸他們家人和病者採用領養服務計劃 目的就是希望這個病人能夠比較舒服 沒有那麼多痛苦的走完最後的這段路 醫院不是這樣做嗎? 那領養服務有什麼特別? 它跟普通醫療服務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太太不用再睡在醫院 就留在家裡就可以了 那她怎樣幫助? 是否給藥還是怎樣醫治我? 領養服務小組的人可以上到家裡 教我們怎樣使用藥物 這樣減輕病人的痛楚 這樣我們就學到很多醫務方面的問題 還有一個 在醫院那裡 醫生唯一一個就是 維持病人的生命 但是… 我們不是就是想這樣嗎? 就是想生存久一點 其實… 一個人身患絕症 在任何藥物和治療都沒有辦法挽救她生命的時候 你猜猜這個病人的心度最希望是什麼呢? 她最希望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當我們知道我太太患病患得這麼辛苦的時候 就決定採用寧養服務這個計劃 你知道嗎? 住在醫院那裡 如果不幸運 你剛好遇著剛剛 隔壁的病人也是重症的病人 日又撐夜又暖 一會兒又說醫生 一會兒去找護士 相對來說 另一個病床的病人 真的比她的精神壓力很大 最後我們就說服了太太 她願意接受寧養服務這個計劃 因為她知道她留在家裡和我們在一起 這樣增強了她自己的信心 她知道在以後的日子 她將會很舒服、很安樂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有尊嚴的情形下離開我們 那寧養服務是怎樣幫助你的家人呢? 寧養服務的人 有些人會上來家裡 幫我們一起照顧我太太 又教我們怎樣餵她吃藥 其實我們都學到很多東西 那對於病人來說 就覺得家庭有個溫暖 很多人都還在關愛著她 老實說 家庭始終都是家庭 農床不如狗鬥 怎樣細小怎樣窄都好 家庭就是家庭的溫暖 那我太太自己就會覺得 這樣就算走下去 都比在醫院好很多 還有她喜歡吃什麼的時候 我們隨時可以買給她吃 甚至可以在廚房裡 隨時煮給她吃 這樣她便覺得有個家庭的溫暖 還有我太太過世了 差不多都成年了 醫務人員還是這樣 這樣上來我家裡和我們聊天 希望在我們失去家人的陰影當中 盡快擺脫出來 用積極人生的態度 來面對現實 嗯 你今天給我們的資料也很有用 但是我們可以在哪裡 找到多些資料呢 你們可以打個電話 和營養服務的主任 預約的時間 坐下來拿多些資料 對了 你爸爸的醫生 我相信她也會有這方面的資料 嗯 其實 如果我太太早些接受營養服務的話 我相信她後面那段日子 一定會走得舒服很多 我真的 很感謝你 和我們分享你的經驗 那我們就去找多些資料 這樣就再決定了 不要再接受她 A錯 A錯 A錯